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讲 第三评的最后两个内容 那这两个内容的话呢就是说 第一呢就是前三评当中啊 前三评呢 相关专业类的前三评的话呢 他们是个别宣说的是一切相智 然后呢 道智 然后就是机智 那在前脸评当中呢 他呢 个别的就是一有什么呢 就是阐述这个什么 就是从凡夫的资连道 一直到什么呢 就是无学道 就是成佛的这个道嘛 也就是说大姓的资连道 加行道 那见道 修道 无学道 无学道的话呢就是说 佛的这个国位 只要是显示佛的国位的话 那就是说明他就是在讲无学道 但是呢 在这个第三评的话呢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第三评呢 他在介绍这个机智的时候啊 他呢 只有讲道 就是讲道了这个大圣的见道之后呢 他没有接下来讲这个大圣的修道 所以就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问的话呢 什么问题呢 那在前三评当中啊 那前脸评的话呢 就是他们个别的介绍了大圣的见道和修道 但是呢 在那个什么第三评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不宣说 也就是说 将这个什么呢 见道讲完之后 为什么不宣说 就是接下来为什么不讲修道呢 就是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他的答案呢 就是有 他的答案的话呢 就是有 就是有不同的三种的就是答案 因为这个什么呢 就是作者解释现观专研类的这个什么 不同的这个解释的缘故嘛 所以呢 就是有不同的就是三种的解答的方式 那这三种的话呢 他们个别就是说 解脱君论识呢 就是在二万诵观明事当中 就是他是怎么解拔的 第一 第二的话呢 狮子贤论识呢 就是在 就是专研观明诵里面呢 他做的那个解答 那第三的话呢 狮子贤论识呢 又在明义事当中呢 他做的这个解答 就是有三种的不同的这个什么解答 但是呢 在今天我们呢 就是按照这个就是看这个课本来讲的话呢 因为啊 就是现观总义里面呢 在这个部分呢 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呢 我们就不看这个课本了 所以呢 就是如果想要广泛的想要了解的话呢 可以去看现观总义啊 现观总义 那然后呢 也可以去看其他的这个 跟这个什么呢 第三品的介绍有关的这个书本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啊 什么啊 那就是简单的一个解答 那这个解答的话呢 就是总结的话啊 因为呢 两位论师嘛 他们有不同的解答 就是我们总结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 那第一个解答的话呢 首先呢 在解答的之前 我们呢 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在前三品当中啊 他们就是 不是啊 就是什么呢 在这里的话呢 第三品里面呢 嗯 就是 直接不显示的这个修道 到底指的是哪一种修道 首先呢 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个道 那就是这个啊 呃 这个道理啊 嗯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在这里啊 所谓的直接不宣说的修道呢 他指的就是通道五场等于十六形象的大圣的线道 那大圣的这个修道 那这样的修道的话呢 就是在啊 第三品当中 他是完全没有讲到的 就是没有讲到 他讲了什么呢 这样的见到之后 接下来呢 他就没有讲这样的修道 他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品就这样结束了 那在什么呢 嗯 前连品的时候呢 比如说 就是在先观众眼律的第一品当中呢 见到和修道 他们是个别呢 就是在讲什么呢 啊 实地的修制的时候呢 就是不是有讲实地的这个功德吗 在这个时候呢 都有讲就是见到和修道 个别的这个修制啊 所以呢 就是在讲什么 这个说明就是在讲见到和修道 那然后呢 第二品的时候呢 啊 他又讲到了什么呢 大圣的这个 啊 大圣的见到之后呢 他就啊 说明了就是详细的 这个什么呢 大圣的这个修道 但是在第三品里面完全是没有的 那所谓的这个没有讲到的这个什么呢 啊 修道呢 他就是指的是通达 无常等 十六形象的大圣的这个菩萨的修道 那这个修道呢 那这个修道的话呢 为什么在第三品里面没有直接的宣说或者是介绍呢 就是有两个答案 那我们总结的话两个答案 那首先的话呢 就是 解脱军论师呢 就是在二万颂观明事当中 他是这样解释的 他是这样解答的 如果呢 在第三品当中啊 直接就是宣说这个什么呢 无常等十六形象的大圣的见到的话 那大圣的菩萨呢 他必须要 他必须呢 主要修 什么呢 见的一种修道 也就是说 无常等十六形象的见的一个修道 因为见呢 所以呢 他就是没有 特别的 没有什么呢 直接的宣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宣说呢 因为大圣的菩萨的话呢 他不是 他主要修的 不是通达十六形象的 这样的大圣的修道 而他主要修的是什么呢 在智慧的部分呢 他主要修的就是通达空性的修道 而不是小圣的机位的无常等十六形象的见的修道 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他没有直接的 就是在第三品里面呢 就是没有常数见的修道 好 那如果呢 就是常数见的修道的话呢 又有什么问题呢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大圣的菩萨 他的主修就变成了 无常等十六形象的修道 那这样的话呢 他的主修就变成了 什么呢 无常等十六形象 那这样的话呢 他的主修就变成了 不特切罗无我在智慧的部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所断的 他就是什么呢 所对质的所断呢 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无我的这个相对 也就是说 不特切罗我直就这样 这样的话呢 他所对质的 所断的这个什么障碍呢 就变成了烦恼障 那这样的话呢 那大圣的菩萨 他所追求的主要就是 解脱 而不是大圣的这个什么 无上的菩提 所以呢 就是从建立的角度来 就是作解他的 那总结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在第三品当中呢 别解脱君啊 他就是认为 通达四地十六形象的 大圣的见到是 没有必要 就是直接的宣说 为什么呢 因为大圣的菩萨呢 他们的主修 不是不特切罗无我而 而是空性 所以呢 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在见到讲完之后 不特什么呢 见到讲完之后 没有必要再讲 这样的修道 这个就是 二万诵观灵式当中呢 就是解脱君论师的 这个解答 那第二的话呢 就是狮子贤论师 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狮子贤论师回答说 就是在那个 明义式当中呢 他是这样说的 在第三品里面呢 讲完这个什么 见到之后 没有继续讲 通达无常等四地十六形象的 这个菩萨的见到 他的原因呢 就是说 这样的见到呢 大圣的菩萨呢 他只是 就是见的法呢 他只是 就是 他呢 就是 只是了解 这样就可以 不需要主修 不需要主要的 就是 放在这个方面去主要的去修 那 所以呢 为什么呢 他就要了解呢 意思就是说 因为呢 大圣的菩萨呢 他们就是要 调伏 三圣的所化鸡嘛 就是说 这个中间呢 就是有身为独觉 所以 要调伏 身为和独觉 小圣的这些 所化鸡的话呢 必须 首先要了解 不是呢 就是要跟他们宣说 他们的机位当中的 四地十六形象 还有呢 异空 还有呢 十二支缘情 等等这些 那 就是 就是以 透过宣说 这样的一个法呢 让他们调伏 那些呢 首先必须要 大圣的菩萨 他要了解 这些东西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只是 了解 这样而已 而不是说主修的法 而不是主修的法 所以呢 他就没有必要 在第三品当中 就直接的 就是宣说这个什么呢 十六形象的 通达十六形象的 这个大圣的修道 好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上次我们 还没有讲完的 仙观传言论的 最后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 祭送 好 请帮我念一下 这个最后祭送 就是在第八页里面 如是此即此 又此三段文 当之即显示 此三品圆满 嗯 如是此即此 又此三段文 是不是 对 又此三段文 此即与三品 那然后呢 当之即显示 此三品圆满 嗯 即显示 好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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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此即此 又此三段文 当之即显示 此三品圆满 嗯 嗯 嗯 我们看到这里面呢 它有 呃 四个词啊 如是此即此 第一句里面呢 有两个词 呃 又此三段文 这个里面呢 第二句里面呢 有一个词 然后最后一句里面呢 此三品圆满 就是有 四个词啊 那这个四个词的话呢 就是 它们个别呢 就是指的 就是说 第一个词呢 那不是啊 就是 我们 呃 这个呢 呃 这个寄送的话呢 它有 两种的 这个解释 所以呢 没有一定的 这个次序啊 呃 不管怎么样呢 前三个词的话呢 它 指的就是 三智 也就是说 这个 呃 呃 机制 道制 一切相智 就是这个三智 那然后最后的 这个第四个词的话呢 它指的就是 呃 三智 就是一个总名 就是三智 就这样了 它没有个别的这个 呃 个别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提到这些 就是说 一个总标 就是这样的 好 那 呃 这个寄送的话呢 它的解释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Jetopczy的这个 呃 现观星药书 请大家看到 呃 因为呢 这个电子档 它 没有那个什么 就是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呢 那页面上呢 它没有这个什么 就是页数啊 所以我们只能看这个 软体 的这个页数 那软体的页数的话呢 请大家看到 五百二十六页 嗯 看到了吗 还没 嗯 我说的是这个 自己的设备里面啊 所显示的这个软体的页面啊 页数 好 没关系啊 我来念 可惜了我可以念 嗯 你念啊 你看到的话 你念吧 如是此极此 又此三类别 此极于三品 圆满善宣说 如是广 哦 继续念啊 如是广 是三字后 经中 从 经中 从善现 此波罗不得 做合法 开始自非过去 非未来 非现在 三者 会集一起 为止 之 宣说 机制 结论之 十九字 词 善现 如是波罗 不悦三界 等为道 字之 结论 之词 又善现 此波罗 波罗 众 诸法 诸佛法 诸读觉法 无诗语 无抛舍 等之此 此三类经文 圆满善宣说 作为三字所全之 前三品之总结 因为是解读 前面彼等 团党 为宣说 三字之总结 自此故 嗯 好 那 这个 寄论呢 他有 呃 这个 有两种的解释啊 因为呢 呃 就是 解脱君 还有呢 就是 狮子贤 论事啊 就是他们两位呢 就是有 不同的 这样的解释 那原因的话呢 呃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 呃 虽然呢 是一个寄送嘛 但是呢 为什么会出现啊 就是 两种的 不同的 这样的解释呢 在做解释的时候 呃 就是这个 主要呢 我们要了解的是啊 就是 学 现观 专严类的 就是 学者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了解 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呃 现观专严类的 这个解释呢 大多数呢 就是 呃 随奉 什么呢 就是这两位 呃 就是 解脱君论师 还有呢 狮子贤论师啊 就是他们两位所 做的 这个什么 二万诵观明事 还有呢 呃 呃 什么 就是 专严 呃 观明事 还有明义事 就是这三本书 所以呢 呃 这三本书呢 呃 他们 都是什么 相关专严类的一个解释 但是呢 不同的是什么 解脱君的话呢 呃 他在二万观明事当中呢 警示这个 现观专严类的时候 主要 是 按照 呃 般若 二万诵 的内涵为主 在解释 这个什么 呃 现观专严类 但是呢 施子贤论师呢 就是在 呃 专严观明事啊 还有呢 明义事当中呢 啊 明义事呢 就是解释 现观专严类的时候 他是按照 波热八千颂 的内涵为主 在做解释 这个什么 啊 现观专严类 所以呢 他们的就是 解释的差异呢 就是在这里啊 就是最大的这个什么 啊 啊 区别就是在这里 那 为什么呢 会出现 这样的区别呢 因为呢 呃 就是 波热 广 中 略 三个呢 应该呢 他们就是在 呃 解释这个什么 呃 八世 七世纪的时候呢 他们的 就是这个什么 呃 呃 次第啊 还有呢 内涵的就是 呃 广泛等等这些呢 应该有一些 就是呃 有一些差别啊 就是含义上是 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呢 他们在讲的时候 讲的这个呃 叙述 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次第 呃 就是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就出现了 两种的 这样的解释 那首先呢 我们说一下呢 呃 就是 解脱君啊 他就是在 波热 二万诵的 就是二万诵 欢迎室当中 呃 就是 这个 寄送呢 怎么解释的 好 那 二万诵 光明室的话呢 呃 他的名字 也就叫做 二万诵 光明室啊 解脱君 就是他写的 二万诵 光明室 他就是在解释 相关专严律的时候呢 主要是按照 波热 管 中 略当中的 中 就是二万诵 的内行 为主 在解释 这个波热 什么呢 呃 明乐的 这个什么 啊 现关专严律 那他呢 就是 这个寄送 是怎么解释呢 他是 就是刚才念的 那个 解释啊 呃 词波热 不得 不得 做合法 等等 就是 呃 好像有 十九句啊 这个呢 就是 总结了 机制 所以说 词 第一个词呢 他指的就是 呃 波热 二万诵 当中的 传述 机制的 这个经纬 第一段 那 然后呢 呃 呃 词 第二个词的话呢 又在波热 二万诵 当中呢 就是说 上线 如是波热 不悦三戒 等经纬 这个经纬呢 此经纬的话 就是 总结了 三志 当中的 道志 所以 第二个词的话呢 呃 他代表的 就是什么呢 表达的 代表的就是 呃 波热 二万诵 当中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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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志 的 这个经纬 道志 也就是说 总结 道志 的这个经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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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线 词 般若 从 诸佛法 乃至诸读觉法 等 这个经纬 这个经纬 呃 就是 词经纬 这个就是 第三个词 又词 三 类别 三段文 三经纬 也可以 见 这个呢 就是在 波热二万诵 当中啊 总结 一切 相智的 这个经纬 所以呢 此三个经纬 的话呢 他们就是说 此己 于三品 圆满 上宣 说 这个最后的 此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三段 经纬 的话 波热二万诵 当中的 这三段 经纬 的话呢 它就是 圆满的 总结了 呃 就是 现观专严论的 八品当中的 前三品的 所权 三智的 就是 完整的 建立一个 内涵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圆满 宣说 善宣说 就这样 好 所以呢 解脱君呢 呃 就是在 二万诵 观明事 当中呢 他在解释 的时候 这个三四 三个词 的话呢 个别呢 首先就是 什么呢 第一个词 的话呢 呃 他代表的 就是什么 呃 机制 然后第二个词 呢 道制 第三个词 的话呢 就是一切 战制 就是三 字啊 他们的 次第 是建的 那第四个词 的话呢 呃 这个 两位的 说法呢 没有什么 区别啊 都指的 就是一个 总标 就是 三字 就是建 那 那 那 然后呢 呃 呃 下一段的 这个 对啊 就是 呃 立即 说明 之 方式 这个就是 民意识啊 民意识 呃 民意识 还有呢 就是 专严 观明事 他们 呃 所 解释的 这个 次 次第 的话呢 是 都是一样的 好 从这里 开始念一下 解说这个 部分 以立即 说明 之方式 一切 相智 道智 一切智 如果 乃圆满 三品 之三种 类别 广式 三字 后 立即 设意 说明 精云 善限 此 波罗 波罗 密多 任何法 不入 不如 实说 不确 切说 不全正 不实得 唯一切 相智 之 结论 自聚 世尊 此 无论 如何 皆 不贪着 一切 一切 法 为道智 之 结论 自聚 善限 空性 不入 不舍 唯一切 自知 结论 自聚 如是 汇集 三品 结语 之类 自此 乃 圆满 三字 之 总结 因为是 宣说 前面 广 是 三字 结论 之 经文 固 嗯 好 十字 十字 弦论 是呢 就是 在做解释 的时候啊 他就是 把这个 三字的 这个 次 次 地呢 跟这个 什么 解脱君 解释的 就是次地 是有一点 不一样 他是倒过来的 首先 首先的话呢 如是 此 如是呢 就是在 以上呢 三品当中 如是 广说 三字 然后的话呢 此 就是一切 相智 即此 这个第二个词呢 道智 然后呢 又此 这个呢 就是 机智 他代表的是 机智啊 我们严格的来讲的话呢 应该要这样说啊 第一个词的话呢 就是 总结 一切 相智的 总结 一切 相智的 什么呢 这个什么 八千诵 的经纬 那然后 第二个词的话呢 总结 道智的 八千诵 当中的 经纬 第三个词的话呢 总结 机智的 般若八千诵 当中的 这个什么 经纬 就是 此三个经纬 所以呢 此己 与三品 圆满 善宣说 这个三段经纬的话呢 般若八千诵 当中的 这个三段经纬呢 他们就是 圆满的 介绍了 什么呢 三品的 所权 三智的 一个 完整的 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意思啊 善宣说 所以 所以他们呢 两位啊 他们解释的 这个次第呢 就是有一点 不一样的 解脱君的话呢 他的次第 三智的次第的话呢 就是首先 就是机智 然后呢 道智 然后呢 一切相智 就是简 那 然后 师子前论 是呢 在做解释的时候 第一个词的话呢 就是说 三智呢 首先就是一切 相智 第二个词的话呢 就是道智 然后呢 机智 这个呢 比较 就是什么呢 比较符合这个 现观庄言类啊 他的这个 次第嘛 因为现观庄言类 第一词呢 他讲的就是 一切相智 然后第二词 就是道智 然后第三词 机智嘛 就是这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区别呢 应该是 波瑞二万词当中呢 他在介绍这个三智的时候啊 首先是介绍机智 然后道智 然后一切相智 但是呢 波瑞八千词当中 在介绍这个八诗当中的三诗 三智的时候呢 首先介绍一切相智 然后是道智 然后就是机智 就是这样的一个字 所以呢 他们就是 主要所依的这个经典呢 不同的缘故啊 所以解释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解释的方式呢 就是 有了这样的一个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区别 好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 八诗当中的就是 前三诗 也就是说 一切相智 道智 机智 那八诗的话呢 我们这个八诗啊 八诗的这个什么 最主要呢 最主要的了解是什么呢 这个八诗呢 把它分为三类 什么呢 就是 所修 内修 然后呢 修一之果 就是这样的三种 三类啊 那然后呢 所修的话呢 就是三智 大圣的菩萨呢 他最主要修的就是什么呢 一切相智 道智 机智 就是这个三种 三种法 然后这个三种法是 所修的法 那能修的话呢 大圣的菩萨呢 他是怎么修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修呢 就是有 能修有四加行 就是四加行 四加行的话呢 就是能修 那他们在修这个三智的时候呢 有四种的方式来修 什么呢 第一的话呢 就是圆满加行的方式来修三智 第二的话呢 就是顶加行的方式来修 第三的话呢 什么 减次加行 减次加行的话呢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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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的修啊 就是以次第的方式来修 那第四的话呢 就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啊 大圣的菩萨 他们在修这个三智的时候呢 就是修行的方式是最高 最厉害的 也就是说 其次 Jamaica 划纳加行 就是顶 在一个划纳当中啊 他能够把三智的 三智的173法 就是在一个划纳当中呢 他能够完整地可以修一遍 三智应该是137法吧 173法是170 是多少 有几个法 三智总共有几个法 170或者是173 那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第四个修法的话呢 修行的方式是最高的一个境界 也就是说 这个三智的173法呢 在一刹那当中 它可以完整的修一遍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 智慧啊 所以呢 能修四加行 修一之果 那运用这个四加行的方式来修三智 那它的果 获得的这个果是什么呢 就是 果法身 在这个第八评当中啊 就是介绍的这个法身 所以呢 果的这个什么 佛身的话呢 有四个嘛 就是四庄 所以就是透过四加行 修行三智的话呢 最后我们就是能够获得四个果 四就是四身 三身或者是四身啊 施子贤论师的话呢 他说三身 他主张就是三身 那然后还有谁啊 解脱君吧 他认为就是四身 那不管是三身四身 也就是说 修之结果呢 就是获得的这个果 就是有三身 就是抱身 化身 还有呢 就是 色身 自信身 应该是自信身 就是自信 自信身 抱身 化身 就是三身嘛 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个八识呢 就是有一种 简单的了解的方式啊 所修 能修 修义之果 在这个三个 这个框架当中呢 就是包含了 这个什么八识 那 那 所修 就是三指 内修 指的是四加行 修义之果呢 就是 佛身 佛的这个四身 就这样 就这样 那然后呢 我们下一堂课呢 就是继续讲 圆满 佳行 在圆满 佳行 的时候呢 主要呢 主要呢 他就会讲到 这个 一切向制是怎么修 然后呢 道制是怎么修 机制是什么修 怎么修啊 那特别是在讲机制的时候呢 他就会讲到四地十六形象 也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说修苦地 那问啊 请问苦地怎么修 我们答不出来 对不对 几地要怎么修 道地怎么修 灭地怎么修 这些问题呢 都会在那个 第四品的 时候呢 他就会讲得很清楚 然后一切向制又是如何修 这些都是 答案呢 都在第四品里面啊 然后就是 三十七菩提分 还是什么 都会在这个第四品里面呢 详细的会介绍 好 那剩下的时间的话呢 我们 做问答 如果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听出来 对不对 是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有12分钟的时间 大家有问题的话 请提出来 可是我想要问 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就是 就是八四七十亿 八四里面有三智 对不对 那这三智都是 大圣的菩萨要修的 对 那那就是 就是前面的一切相智 当然就是说 他的目标是要 成佛 所以他讲的就是 就是大圣菩萨成佛的 次第这样子 那道智 道智 他是有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那个能表欲 就是 就是有 道智之分嘛 就是说 道智大概需要哪一些 就是他可能就叫一个 普特切儒 然后他 必须要发菩提心 然后 对对 对然后 那接着就是 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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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道智 对不对 了知 了知 生文 然后 了知 生为 读觉 菩萨的 道的道智 对对 然后 可是下面 下面就是又 大圣 见道 有没有 见道 修道 对对 那 那这个跟 就是 那这个是指 因为他也是有 他这里有讲到 大圣的见道 就是见道 不是啊 这些 不管他里面讲的 最主要讲的什么东西呢 都是大圣的菩萨 他们要修的 对 但是呢 这个 就是 怎么修 才能叫做修 一切相知 或者是道智 机制呢 这个详细呢 在这个第四评当中 会介绍的 那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说一下的话 嗯 就是修 一切相知 一切相知呢 它指的就是 一切相知 作为一个目标 然后 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 就是 远空性啊 内心升起 菩提心 对不对 对 不断的精进的话呢 就叫做修 这个什么 一切相知 对 因为一切相知的这个 它有一切相知的话呢 它有一百零七形象 还是多少 那个中间最后呢 叫做最后的这个形象呢 有一个叫做空性 就是空性啊 那个空性的话呢 也就是一切相知的 其中的一个所修的法 嗯 所以在第二评里面讲到 不管是什么 了解 什么呢 身为 独觉 大神 菩萨的 道志的 什么 道德 道志啊 这些都是什么呢 大神的菩萨 他在心相续当中呢 必须要献钱 如果还未献钱的话呢 就是要献钱 以献钱的话呢 他必须要让他增长 对不对 就是 不让他什么呢 退失 或者是 他的这个能力 就是减少 那已经兼顾的这些的话呢 就让他不断的增长 就是这样 那你想要问题的 具体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三字 很多都 讲到同样的东西 比如说像那个 大圣剑道里面 不是有第四个 就是那个一切像 道志里面的 第四个能表意 就是讲大圣剑道 对不对 他就是也是讲 也是讲八人八字 十六个刹那 对对对 然后我们最后 就是我们上一堂课 第三品 对 还是要 剑道十六刹那 对对对对 那他们统统都是 就是他的信箱 都是大圣地宪观 都是大圣剑道 我们仔细的去研究的话呢 他们就是在不同的角度来讲 剑道十六刹那 在第二品当中 讲剑道十六刹那的时候呢 他们直接 他们直接 显示的是什么 描述的是 通达 现阵空性的 就是建的一个 十六刹那 的建的一个剑道 但是在第三品里面啊 第三品里面呢 他直接就是主要显示的 这个 这个 剑道的话呢 十六刹那的话 他就是一个什么呢 通达 四地十六形象的 一种 这样的一个剑道 就是十六刹那 所以呢 就是他们的 就是 所讲的这个剑道 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呢 他们都在讲一个剑道 但是呢 就是 他们的这个 角度就是 不一样嘛 对不对 只是角度不一样 但是他讲的是同一个东西 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好 那下一个问题 就是在前三品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很明显的 三品当中呢 他都有讲到 加行道嘛 也有讲到剑道 所以 这个呢 不是在重复 因为呢 他们在讲 剑道和加行道 这两道的时候 都是以不同的一个角度 来介绍这个 就是大线的这些道 这个呢 就是为了我们增长这个智慧嘛 那其他同学 有问题吗 第一品有没有问题啊 那第二品里面有没有问题 第三品里面有没有问题 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他有一个方法 就是方式啊 办法可以去找 怎么去找呢 第一品 所谓的第一品呢 他可以分为十个段落 就是十个阶段 首先就是菩提心 也就是说 第一品呢 他主要 说明的是什么 一切相知 一切相知呢 他是怎么解释呢 他是透过 他的十个能表意来 做解释 做这个一切相知的这个解释 让我们所画机呢 了解一切相知 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 大家呢 就是找这个什么 提问的话呢 可以去找这个十个里面啊 首先 菩提心里面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的 就是不懂的地方 第二的话呢 就是教授 教授呢 就是有十种嘛 对不对 第一的话呢 二地 第三的话呢 四地 第二的话四地 第三的话呢 就是三宝 归一 包括归一 就是可以在这个当中 进去找 自己有没有不懂的这些地方 就是 那然后的话呢 第二品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有十一个能表意嘛 在十一个零表意当中呢 你们可以去 看看啊 有那些地方呢 就是不了解的 那第三品也是同样的 他有九个 九个能表意嘛 所以在九个能表意里面呢 就是 可以去找 就是 去看看 就是有没有不懂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问问题啊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想要问一个问题的话呢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 文思修当中的这个思 首先就是听 上师的这个 法 然后呢 你听完上课之后啊 课后呢 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思维 之前听到的这个 所听到的这些内容 没有去进一步的去思维 或者是去 什么研究他的内容的话 我们内心呢 他不会 自然的会跑出来一些问题 所以呢 要想问问题的话呢 你必须要去思考 这个内行 所听到的 客 就是客情的这些内行 必须要去 反复的去什么呢 去思维他们的这个内容 那经验的话呢 这个问问题呢 真的是 可以说是 你 你不想问啊 他也什么呢 会 自动的会 自然的会跑出来一些问题 就是让你 就是 可以问一些问题 就是见吗 如果呢 就是有吻 但是没有思的话 那这个问题啊 对见的人来说的话呢 这个问问题 真的是很难很难 他想问一个问题啊 真的是 不知道要 从什么样的地方问 不知道是 问什么问题 真的他 没有办法去问问题啊 就是老师说 请大家问问题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头脑里面 就是一片空空的 就是黑黑的 黑暗的 见一片黑暗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那 一个学佛的人的话呢 他只有 闻 没有 思的话 那接下来的这个 修 修的话呢 就没有希望 真的是没有希望的 你没有希望 你没有希望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掀起一个修道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没有思维 只有这个什么 就是听维 对不对 只有维吗 所以呢 所累积的这个资连呢 只有文法的功德 而没有 而没有思维 进一步的研究内涵的这个智慧的资连 是根本就是 是根本就是 啊 积不到的 所以呢 两个资连当中啊 这个什么 福德资连的话呢 它是比较容易 就是 啊 容易积的 但是呢 也就是说 它是 可以从 很多的这个方面来 就是 累积这个福德资连 但是这个 智慧资连的话呢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你想要 圆满这个智慧资连 不要说圆满 就是要累积一点点 就是一滴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资连 那必须 你要从 为 一直到 思 必须要思维 所以没有思维的话 那 直接 你进入这个修的话 也有可能呀 你修的这个法 不是啊 你会修错 你会修错的 所以呢 不管是问问题啊 就是我们在简单来讲的话 不管呢 问问题 那或者是 什么样的角度来讲 这个思呢 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它就是在这个中间啊 闻思修当中 就是中间的 就是思 它就是站在中间 它的位置就是中间啊 它好像就是一个裁判员一样 所以说 你修的对不对 修的程度 或者是修到什么样的进度呢 就要看你的这个思维 思维呢 讲到思维的时候 这个思维呢 比如说 思维空性 换句话来说 就是在研究这个空性 那再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在 观察这个空性 它到底是什么样 或者是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修空性 那四地十六形象 也就是一样的 然后菩提心 大悲心 都是透过观修 都是必须要透过观修啊 不然的话呢 就是听 就是听一下这个什么 菩提心的 这个内容啊 那然后呢 就是回向发愿 那观靠这个的话呢 真的是没有办法 升起菩提心的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不可能升起菩提心的 所以菩提心的话呢 它必须要透过观修 观修呢 就是说观察修 那这样的话呢 观察修的话 意思就是说 从不同的这个角度 从不同的这个什么 理论啊 不同的这个什么呢 理由 不同的这个什么 不同的这个思路 来去什么呢 就观察这个什么 这个菩提心 让自己的内心啊 把这个菩提心呢 就是变得 没有神的话 让它升起 升起的话呢 就是让它 变得更加的 这个什么坚固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问问题啊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 就是随便问一个问题 就是它就是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仔细地去想的时候 问问题也是 有一些困难的 就是你没有 就是思维 客群的内容的话 那根本 你的头脑里面呢 就跑不出来什么一个问题 那相对的 如果你有啊 就是平时呢 对这个客群的内容 有研究思维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你不想问啊 它也自然的会跑出了一些问题 让你不得不问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主要就是思维 文思修当中 主要就是思维啊 就是观察 观察修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这个观察修的话呢 它的能力是非常的强 就是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在这个 五十一心所当中的 这个十一上里面呢 有一个叫性 这个性的话呢 就是它分为三种啊 那这个三种的话呢 这个三种的话呢 就是最好的这个性的话呢 就是透过观察 透过什么呢 不同的这个思维的这个逻辑 来信任一个对境 那这个的话呢 那这个的话呢 是 最高的一个这个性 就是圣性嘛 所以呢 所以 那第一种性的话呢 那第一种性的话呢 明性呢 什么叫做明性呢 它的背景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逻辑 没有思维的这个逻辑的 没有观察性的 对这个对境 对这个佛法 没有观察性的这个信任的话呢 就叫做明性 那第二个性的话呢 就是对于佛法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然后内心呢 对佛法 申请的这个信任 是坚固的 很强烈的 所以呢 我们呢 最好 对于这个佛法 就是有第二种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啊 不然的话呢 第一种的这个信的话呢 就是它很容易动摇 不太坚固的 它很容易动摇 因为它的这个背景的话呢 没有观察性嘛 没有智慧的一种信任 所以我们大家呢 就是观察一下 自己的这个 对佛法的这个信任啊 对佛法的这个信呢 对三宝的信 到底是哪一种的信 第一种信 还是第二种信 自己可以去观察 可以去观察 所以呢 如果是还没有达到第二种的信的话呢 就是 希望呢 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 能够升起一个第二种的这样的信 能够转变第二种的这样的信 因为第二种的信呢 它也是 刚开始的时候呢 它是第一种的信 也就是说 一个灵性 没有观察的信 然后慢慢慢慢的呢 它就是接近了这个观察 研究 然后呢 它的背后呢 就是信任这个佛法 它有一定的这个什么 理由 正确的理由 正确的逻辑的思维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信就转变成什么 转变成一个 一切的疊疤 就是这样 所以第二个信的话呢 就是 什么呢 特别是 什么呢 我们 就是 学佛 就是学佛的 就是 人必须要具备的这样的一种信啊 一般来讲的话呢 大多数就是建第一种信嘛 就是明信嘛 对不对 一般都是明信的 但是呢 一旦接入 这个什么 修学这个佛法 尤其是五步大类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任啊 就是第二信 第二种的信 因为呢 一般的这个什么 佛弟子是不一样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就是有第二种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话 那 我们 呃 归一的话呢 这个归一 它是 呃 一定是一个 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归一心 稳定的 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归一心啊 那对于这个三宝有强烈的 一个 呃 信任的话呢 它接下来呢 它就会 如实的会遵守 三宝的这个学处 那三宝的学处的话 总结的话 就是说 行善断恶 啊 就这样 也就是说 行善断恶呢 它来自于什么 就是 呃 深信业果 所以呢 对于叶因果啊 因果的这个关系 还有呢 尤其是什么 呃 前后世的 呃 这个关系呢 呃 都会 产生一个什么 呃 坚固的 建立一个 就是圣信 那不然的话呢 就是 呃 只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人的信啊 就是明信嘛 所以观察信呢 呃 也有 就是不同的 那最好的这个呢 就是它的背景呢 就有一个 尖确的逻辑 那这样的观察信的话呢 它就是非常坚固 稳定 强烈的 好 那 呃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啊 啊 过满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